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西汉时期 西汉就有提到 没错 不光有 他还隐藏着一个天大的秘密 怎么回事呢 这个还得从这位汉高祖刘邦说起 众所周知 秦朝末年的时候刘邦还是一个庭长 也就现在一个派出所所长 但这人呢 就相当了解 乘着大乱就发戒了 后来呢 在该下一站呢 逼得西土霸王就抿着脖子 他就建立了汉朝 当上了皇帝 皇帝住哪儿啊 那当然是皇宫啊 汉高祖九年 一座金碧辉煌的宫殿就在都城长安建成了 这就是著名的魏阳宫 皇家宫 那么魏阳宫的北侧呢 那是贵州 皇帝的众老婆呢 也就是嫔妃呢 那东边的常乐宫呢 那就归皇太后 据说呀 这些个弓箭当年呢 是极其的奢华壮观 让人叹为观 可惜的是 历经战火 两千多年过去 这一切呢 都化作了全土 那就是我们眼前的这个大土堆了 不过呢 您可别小看这些土堆了 那个不为人知的秘密 哎 就藏在这里面 说起来呢 这个秘密的发现 纯属偶然 我们知道 补记呢 那都要经过发掘研究 哎 就在一次考古专探中呢 专家意外的发现在这片废墟的下面 诚然隐藏着许多神秘的地下通道 不管是从这个早期的夏朝的这个二里头宫殿遗址 到后来三代的这个岩石三层遗址 还有现在包括后来的这个安阳依序遗址 以及春秋战国时期的很多宫殿遗址 包括秦代的这个咸阳城宫殿遗址里头 都没有从来没有发现过这样的地下通道这类的建筑设施 这可以说是空前的 那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通道呢 我们来看一下 整个围起来的平台 那就是宫殿的台积 原来的宫殿呢就建在这上面 您看到没 画面下方在台积的中间有一条凹下去的长长的通道 诶 这就是当年的地道 那么这些地道呢大多造型相似 长呢大概是二十到三十米 高呢大概是一米左右 一端呢连着一个地下小房间 另一端呢则有斜坡和台阶可以上到地面 专家说整个通道设计的非常精良 您瞧这些斜坡的这个钻面上还特有发文 干嘛呢防滑 哎做工考究 说到这呢细心的朋友可能要问 你刚才说这个地道有多高 一米 我们人啊正常人怎么着也得一米五一米六以上吧 这一米高的地道呢正常的成年人 他怎么通得过呢 说得说 如果只有一米高 那肯定是不行 但是您别忘了 这是两千多年前的公殿 所谓沧海沧田 由于上千年的风雨侵蚀 那么再加上附近农民日积月累的耕作 专家说呀 这就导致现在的地表呢 比西汉时期降低了一米到一米五 那么按照这样的推算呢 古时候地下通道的高度 那就应该是在两米五 那这么一个高度 那成年人在里面正常通过 那绝对没问题吧 很长安城的考古有了这么一个空闲发现 那专家们是倍感兴奋的 而尤其让整个考古界倍感兴趣的是 这些地道所处的位置特别有点 那呢 绝大多数的地下通道都在贵宫的下面 贵宫 前面我们说 他在魏阳宫的北边 嫔妃们住的地儿 当然 这里面不包括皇后 那皇后住哪呢 在魏阳宫里啊 他有一个交房地儿 皇后呢就住在这儿 那 嫔妃寝宫的下面 为什么会有这么多的密道呢 这些密道和汉代嫔妃之间 他到底有着怎样的联系呢 一时间呢 大家是议论分 起初呢有人就猜了 他说这会不会是一条 通往地下储藏室的永道呢 那个小房间嘛 他会不会就是一个保存失误的储藏室呢 但是 这个说法呢 马上就遭到了专家们的反对 怎么可能吧 啊 保存失误 那点温度够低才行嘛 就这个房间啊 这个地道 离地面呢 才两米 那温度还不跟这地面差不多吗 不可能 哎 储藏室的说法呢 被保存了 那还有人就说了 他说这些地下通道啊 他会不会是用来躲避火灾的呢 我们知道啊 古代的宫殿 那基本上都是由这些木头造的 好像这个顶部 由木船拼接 把宫殿整体靠木柱支撑 哎 这就有隐患了 如果发生火灾 一旦这个木船木柱烧断 那庞大的宫殿呢 那就会整体坍塌 而这个时候呢 通道哎 就可以发挥作用 他不仅可以转移被困人员 还可以遮挡碎落的瓦片 保护皇帝和嫔妃的安全 你还别说 这个说法呢 有道理吧 有 可问题是 这种说法 还是有人反对 为什么呢 您注意看 通道两边有许多对称排列的这种凹槽 那么这种凹槽设计是做什么用的呢 哎 欠木头柱 而这个呢 也正是那些人反对的依据 在地下通道的两侧呢 它立有木柱 另外呢 在它的入窟和出窟处呢 还设有木门 所以说一旦发生火灾的话 就是 这里面是很不安全的 地下建筑地下通道 作为这种 防火通道的这种观点 嗯 我觉得也是不成立的 储藏室的说法被否定 防火通道的观点呢 也站不住脚 那么 嫔妃寝宫下门的这些密道 到底是做什么用的 一时间呢 大家都没辙了 是啊 它会做什么用呢 就在大家静心琢磨这事的时候 有人 哎 提出了一个更加大胆的财务 却让整个考古界 展开了过 什么猜测呢 这些地道 会不会是后宫嫔妃 思惠情人的密道 啊 皇帝的老婆思惠情人 这会是真的吗 这种猜测的依据 它又是什么呢 不要 稍后我们继续 贫妃寝宫 经线神秘 地下通道 这是一条逃生通道 还是贫妃们的偷情场所呢 这里面到底暗藏两千年前的一个什么秘密 将其卫视经典传奇正在为您解密 周一至周五 经典传奇 上演毛骨悚然的自然奇观 周一 三百年女尸惊悚复活 这么几年 疾风 肌肉 关键都没有说到好 周二 神农家野人二代大献身 我心心 我所谓的野人两个比较绝境的 周三 汉后宫隐藏众多神秘的地下通道 地下通道这里 建设设施 这可以说是空前 周四 井水清拙互换的恐怖阴阳井 有两个军 此分那个旗借交起私用 周五 能听见远古战争的神秘山谷 好 这那种面子 很贴心 这也太好想了 听人当了 四月十八日至二十二日中午十二点 经典传奇 在中国遭遇离奇 汉城安城后宫惊险密道 一个暗藏了两千多年的秘密 引起了考古界的浓厚情绪 那么这些密道是干什么用的呢 各种材责是众说纷纭 其中最惊人的一种呢 居然说呀 这些地道 可能是后宫嫔妃寂寞偷情的场所 为什么会这么说呢 哎 理由呢还挺充分 我们来听听 这第一条呢 说是自古以来 深宫多月女 尤其是在汉朝 这种现象 那是更加普遍 皇帝除了皇后以外 那么她还有其他的妇人 这些妇人的话呢 有等级 到了这个 汉原地的时候 一共啊 后宫 是十四个等级 这个不被皇帝 从性想不起来的 这些妇女 那些是太多太多了 太多了 要不然说 那这些人怎么办呢 有人就说了 所谓 秦为何物 只叫人生死上去 中国民间啊 不是有什么妻仙女 牛郎织女的故事吗 啊你看她们 为了爱情 连神仙都可以补当 更何况这些宫廷怨女 对不对 这叫只谢鸳鸯 不谢仙 所以贫妃头情 是完全有可能的 再说 汉朝的著名美女赵飞燕 您肯定听说过 好我们常说的燕兽环飞 那么燕兽哎 说的就是他 非常的骨甘的眼 漂亮 据说当年汉朝的 一看到他 当时这魂啊 他就飞到这花国了 哎呦 美人 皇后这位子呢 就你的 可你不知道 就这么一位皇后美女 在汉朝的移情别脸之后 那也是难耐深宫寂寞 他不就让那新夫太监 找来一些年轻力壮的帅哥 供他偷情享乐 那至于这位嘛 刘邦的老婆吕志 大汉王朝的第一位皇后吕后 哈哈 他好像也有带头偷情的喜悠 吕后带头偷情 这个问题可就大了 那这些人又凭什么说是吕后带的这个头呢 哎 前面我们说了 皇后住哪了 魏阳宫里面有一个交房店 皇后呢就住在这 事实上呢 在魏阳宫的这讨古发掘中 专家呢在交房店的下面呢 也的确发现有这么一条类似的密道 而且呢还有一个事实就是 偌大的魏阳宫也只有这个交房店下面有这么一条密道 别的地方呢 没有 哎 你说这事啊 为什么只有皇后寝宫下 他有密道呢 天生如山吧 这一下 专家们呢还真给难住 难道母仪天下的皇后真就做出了不熟复道的事 是 不管怎么说 在历史上 女后呢也算是一个有头有脸的这个角啊 可不能瞎说 得有史料才行 当然 像史记这样的证实 那肯定是不会记得这些宫廷大卦 但在流传至今的这个西京杂技里呢 还真就找到了有关女后的这么一段鲜为人知的爱情故事 书中呢是这样记得 在汉二年啊也就是公元前二零五年四月 在鹏城这个地方 刘邦的军队和项羽的精锐之师啊开战了 你想 这个刘邦当时哪打得过项羽啊 没几个回合就败下项羽 当时啊这刘邦呢就乘乱向西逃跑 鹏城这个地方呢 离刘邦的老家佩项羽 刘邦在历史上不还有这么一个称号叫佩公吗 佩公啊就是这么 事实上呢在鹏城开战之前呢 刘邦就事先派了一个名叫沈亿基的家奴 来照顾自己的一家老小 可这回打了败阵呢 他就想在这个逃跑的路上 经过家乡的时候 顺道啊带上自己的父亲 也就是刘邦公老婆吕智啊也就是后来的吕后 还有孩子们呢全家呀一块他 可是呢 人算不如听 刘邦本以为自己安排的是天衣无缝 但是没想到 还是晚了一步 这个项羽呢早就让人把他的家呢给抄了 而在荒乱淘宝之中呢 这个吕智不仅和孩子们走散了 而且还和刘太公沈亿基一起误打误撞的跑进了储君的大爷 这下可真算是自头都忘了 他们就被项羽关押了两年半的时间 而正是在这段被关押的日子里呢 吕智和沈亿基啊 朝夕相对 日久呢 诶就生情了 那用今天的话来说呢 也就是这俩人呢 有了婚婚姓 据说呀 正是因为这俩人关系非同一般呢 这个刘邦当上皇帝以后呢 吕后就经常给这个刘邦呢吹个枕边疯了 就说呀 这沈亿基啊 品德高尚又有才华 可堪重用 结果呢 在没有立下任何战功的情况下 这个沈亿基啊 还真就被封了一个屁羊猴 不仅如此 在汉惠帝 也就是这个刘邦的儿子 死了之后呢 吕后更是直接让沈亿基当上了左丞相 圣人 沈亿基来做这个事 沈亿基这左丞相吧 又没有去的的这个职责 每天只在宫内办公 也就是围着陈田围着李后 对 得到李后的这个存心 这一点是毫无疑问的 您说这事啊 有鼻子有眼 难道吕后和这个沈亿基的关系 真的非同一般吗 交房殿下的密道 真就是吕后为了私会情人而修建的吗 我们给你想象一下啊 余沈两个人见面的时候 哎 刘邦突然驾到 那沈亿基呢 就可以不慌不忙的藏到地道了 随即转移出宫 哈哈 你还真别说 这似乎是密道用途的一种最合理的解释了 但是 果真这样的话呢 西汉的后宫 岂不成了淫秽之地 误会不堪呢 不可想象 对于这样的猜测呢 考古的专家们是怎么看的呢 他们认为啊 这样的猜测 纯属无济之谈 为什么呢 专家在查阅了大量西汉的这个后宫资料以后发现 人家吕后 她根本就没有在交房殿生活过 这位大学代卧的皇后呢 一直住在常乐宫里 当时修卫阳宫 一直到了这个 于工程量很大 到了这个刘邦的晚年呢 这才基本修得 因此呢 刘邦实际上 没有以卫阳宫做皇宫 一直是以常乐宫 自然而言 作为皇后的这个吕智 也是和刘邦生活在常乐宫里 而刘邦死了之后 儿子汉慧帝继位 那么这个时候 魏阳宫呢 刚刚修好 汉慧帝呢 这才把魏阳宫做了皇宫 他两口子才正式成了魏阳宫的主人 而吕后呢 儿子当了皇帝 自己呢也就升级了 哎 成了吕太后 前面呢 我们说了 常乐宫归谁的呢 太后 这下呢 他就名正言顺的在常乐宫尝住了下 这下明白了吧 说人家吕后带头偷情 所以后宫嫔妃们啊 这个纷纷效仿修建秘道 所有这些呢 那都是纯属扯淡 没影的事 人家吕后的手护道的很 交房间的秘道 跟他呀 一点不上边 他没有关系 这么说 这是不是就可以证明 这秘道用来偷情的这种说法是不成立的呢 如果不成立 那这些个秘道又到底是干什么用的呢 为什么这些密道都出现在皇后嫔妃的这个寝宫下面呢 对于这些问题 专家们呢 一时也无法给出合理的解释 哎 这事呢 确实是有点怪 可就在这个时候 汉长安城陶谷呢 又有了新发现 而且呢 这个新发现再次把后宫密道的悬案推上了风口浪尖 什么发现呢 啊 长乐宫 旅太后寝宫的下面 也发现了同样的地下通道 这一项 专家们顿时是目瞪头呆 密道的出现到底是个人的需要还是历史的必然 太后之宫与皇帝之宫不相上架 这又意味着什么 在充满诡异的宫廷里 密道又到底隐藏了哪些秘密 将其卫视经典传奇 正在为您解密 周一至周五 经典传奇 上演毛骨悚然的自然奇观 周一 三百年女尸精总复活 这么十年 击风 肌肉 观点 都没有说到好 周二 神龙家野人二代大现身 星星和所谓的野人两个比较绝境的 周三 汉后宫隐藏众多神秘的地下通道 地下通道这里有箭头设施 这可以说是公权的 周四 井水清拙互换的恐怖阴阳井 这两个军 是很几切 小几次用 周五 能听见远古战争的神秘山谷 把这那张面图 很切齿的 听荡荡 四月十八日至二十二日中午十二点 经典传奇 在中国遭遇离奇 前面说了 汉代后宫地下 经现众多错诵密布的地道 贫妃这样 皇后如此 而这会儿呢 原本就有嫌疑的太后之公 常乐公呢 也不例外 这一项偷情密道的说法 再次就激起了人们的关注 看来啊 吕后和沈逸基的关系 嗯 还真是有点说不清 讲不明 那 这种说法 到底是不是真的呢 对于太后居住的常乐公 也发现密道 那么考古专家们 他们又怎么看呢 考古专家们呢 仍然表示怀疑 不可信 为什么呢 有两个问题你说不通啊 这第一个呢 所有密道他们的设计样式 基本上是一样的 也都有通道和小房间 你说啊 就算吕后 真就带头建了这么一个偷情密道 那其他的人呢 像皇后 嫔妃 你总不可能跑到吕后那儿 哎 太后娘娘啊 我也有一个情人 也想建一个密道 您让我参观参观 你说这可能吗 太后自贵情人 这可不是什么光彩的事 那吕后又是什么人 她的手段之残忍 那可是出了名的 你想 对于欺负人 就是当时刘邦那个宠妻 她也把她这个手脚都剁掉 然后啊 把眼睛也挖掉 把这个耳朵的虚拟 而且给她吃雅药 就是这么出生 而且关在一个土壤里头 而且名之为人质 那么也就叫猪肉 你说这么一个人 他的秘密要让你知道了 那还不杀了你啊 还会让你参照讽道 从密道设计的一致性来看呢 这就说明密道只能是统一实物 或者说呢 在修建皇宫的时候 哎 就安排 好 这就要说第二个问题 西汉时期的皇宫的管理 一般是由谁负责呢 专家说呀 由少府这么一个结果 而且少府呢 那是由皇帝执管 这里的人呢 那基本上都是皇帝的亲戚 所以修建地道 这么一个庞大而复杂的工程 你们怎么可能骗过皇帝呢 也就是说 皇帝对这些地道的存在 不但非常清楚 而且那也是墨学的 所以呢 按照这么一切 偷情密道这个最流行的说法 纯属 无极致 这个奇怪 这也不是那也不是啊 那么这密道 到底是干什么用的呢 难道这些密道真就成了千古之名 陶古研究 似乎又进了一条四湖头 怎么办呢 那些专家呀 只好又反过头来 再去仔细的研究了一遍 汉长安城地上的建筑模式 这次呢 他们把汉朝皇宫的这个建筑结构 和这个前朝皇宫的这个建筑结构 这个变化在汉长城里反映的就是两宫制 什么叫两宫制呢 就是说本来皇帝 皇宫就行了 但是呢 他还多了一个太后之宫 就所谓的长乐宫 这是什么意思 我们知道 在古代 那是王权之宫 皇宫呢 就是时代的标志 其他的建筑呢 根本就不允许和这皇宫相提并合 但是 在汉长安城 太后之宫长乐宫 啊 却不一样 他的建筑规模样式设计 那都和这皇帝的魏央宫啊 他互相上下 而且呢 他的战绩面积甚至还要更大一点 这一点呢 不仅以前没有啊 后世那更没有出现过 这就奇怪了 两宫相当 这种有反常态的布局 难道真的另有玄机吗 哎 没错 我们知道 西汉呢 是我国历史上比较强盛的朝代之一 但是 打西汉政权建立起 他的政治体制呢 就走入了一种畸形 权力呢 就基本集中在后非和外戚的手里 那么这种情况是怎么引起的呢 这还得从吕后当年嫁给刘邦说起 想当年吕后他爹呀 看中刘邦 招他为序 那那个时候刘邦是什么呢 一个混亡啊 这就跟后来明朝的开国皇帝 就跟吕元璋一样 这两位可以叱咤江场 杀人无处 但是呢 都是怕老婆的时候 为什么呢 啊 你没发气 那人家就死心塌地的跟了你 这叫什么 相濡以后 更何况呢 彭城之战 刘邦为了自己逃命 让吕后呢 受了两年多的罪 这不就更加犀利亏的话 所以呢 刘邦当了皇帝 对吕后的很多事情 那就睁着眼闭着眼 结果呢 由于刘邦的纵容 哎 野心勃勃的吕后 就把娘家人呢 都拉来做官了 哎 这就是外戚 在西汉这个时代啊 就是 外戚啊 就是 参与政治是比较普遍的 比如吕后当了 当了皇后 皇太后以后 那纷纷处王啊 反而他吕世家里也都成了王了 不光如此 为了抢化后权呢 吕后还使出了种种残忍的手段 来镇压反对派的势力 你像韩信 那是帮着这刘邦打天下的著名军事家呀 看不惯这吕后专权呢 哎 吕后呢就跟这个萧和呀 就商量了 我看韩信想谋反 啊 你去把他叫到魏阳公来 就这样吗 韩信哎 就被杀掉了 还有一位大将 彭月啊 就是帮这个刘邦消灭项羽的那位 也被吕后呢 杀掉了 哎 吕后呢 就成了中国历史上 事实上的第一位女性同志 而正是吕后开创了后权当道的先例 所以在西汉呢 无论国运鼎盛还是衰败 王权与后权的斗争呢 从来都没有成绩 啊 就是这汉武帝时期吧 那是这个西汉的巅峰时期 那么武帝呢 年少气盛 征战南北 称霸天下 还就这样一位雄才伟劣 敢作敢为的强势皇帝 他在登基的前几年呢 也得屈服于祖母的斗争去 那么说了这么多 啊 这跟这个后宫女县寝宫下面的密道 他又有什么关系 这个关系啊 那就大了 正是因为王权和后权相争 西安时期呢 政治集团邻里派系党争 四行 皇帝呢 想跟太后争权 那得靠谁啊 靠同姓兄弟 那都行 都是一个爹的血组 这要弄不好 被这个兄弟出卖 太后呢 直接就把你给废了 这个啊 还得靠老婆娘家人的力量 也就是外亲 这也是被逼 所以政治来说啊 从某种程度来说 都有它的秘密性 尤其外戚政治 更是拿不到桌子面上来 包括这个世间的一些世俗 在这个中国古代社会 大家知道外戚的专用 本身是被非议的 在皇后或者后非的宫殿里边 出现了这个不少地下通道 我想这些地下通道的设施呢 刚才我们讲的 主要是政治斗争的需要 这个话呢 简单的理解呢 其实也就是 皇帝和后非正在接见某个人 而这个时候呢 刚好另外来人求见 那么皇帝呢 又不得不见 可又不想让后来的人 知道自己刚才见过谁 那怎么办呢 哎 就让前面这个人 你到密道里面去啊 回避一下 这个密道就是藏人 或者说是转移人用的 事实上呢 考古专家们呢 根据自己的推理 又参照迄今 挖出的这个地下通道 研究发现 假设 从长乐宫太后 义士房的这个密道口 从地面往下走四到五个楼梯 然后呢 再走上近二十米左右 平直的涌道 再抬脚 你登上四五个的楼梯 你就能到哪呢 太后的出方 这个研究成果再次证明 通道中间的那个小房间 很有可能就是太后和彭党的 义士密室 而通道那就是藏人转移人之用 神秘的汉长安城后宫地道之谜 在隐藏了两千多年后 终于在考古专家的努力下 揭开了他神秘的面上 让千百年前那些画面再次鲜活的呈现在我们的面前 现在熄热的宫殿早已化作了一堆狂毒 发生在汉宫里的那些阴谋诡计二鱼我诈 也都随之烟消云化了 留给我们的只有那无限的狭想空间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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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面前面 感谢观看 res程